真是命运多舛 他是曹操最长寿的儿子 拒绝当脱孤重臣 儿子却成为了皇帝 你知道他是谁吗 这个人就是曹宇 他是曹操与桓夫人所生的儿子 公元278年的曹宇逝世 这是什么概念 265年司马延取代曹魏政权 成立西晋 280年 五主孙昊投降 自此西晋统一三国 也就是说曹宇再活两年 就能亲眼见证天下归异 虽然这已经不是他老曹家的天下了 要说这曹宇在曹操的众多儿子中 可以说是相当没有存在感的 曹瑞晚年并重时 想要让自己叔叔曹宇当脱孤大臣 外加夏侯县曹爽等人辅佐 曹宇拿不准皇帝是不是在试探自己 便谦虚一番 谁承想曹瑞还真就改换曹爽 司马懿为脱孤大臣了 曹爽扶政以来 各种作死的操作 可以说是一步步把大权送到了司马懿手中 司马仕专权后废曹芳杀曹芒 让曹宇的儿子曹焕当上了傀儡皇帝 此时的场景 一如当年曹操之与汉献帝 真不知该说曹宇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如果他当年没有推辞托孤重任 曹魏设计也不会这么快就断送了 那您认为曹宇当上脱孤大臣的话 能扭转局势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